欢迎大家收看 座谈天下之阿Ken 与阿Ban 每一集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一些三藩市的分较知识 分三藩市的历史 我们事不宜迟 我们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 三藩市101 Kan 中国有五千亿元历史 三藩市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吗 在资料记载 在西元前的三千年前 已经有人住在北加州这个位置 至于三藩市就在六四级的时候 已经有人居住了 六四级 六四级很久之前 是印第安人 即是美洲原住民 到近期一点 到十六世纪的时候 三藩市属于西班牙的领土 到1769年西班牙有一个将领 带了一群人来到三藩市湾区 在这里探索这个地形 到1776年的时候 有一个探索家 就来到三藩市了 就说 我们就决定有两个地方 可以建筑的 而这两个地点 一个就是作为 这个军事的用途 而另外一个就是 传教 对不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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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做功课 那我想问一下 军事用途在哪里 在San Francisco Presidio 没错 没错 那有谁来负责这个项目的 你不要评论我 豪西 是不是豪西 没错 当时就有个豪西的 何西 中文名叫何西 姓何西 所以叫何西 有个豪西的中位 就是负责这个军事要塞的用途 而这个传教的用途 我知道 你也知道 Francisco的朋友叫Francisco 对吧 Francisco 没错 就是由一个Francisco的神父 负责的 而他现在宗教的 教会的遗址 就是在这个叫做 Mission Dolores 就是16阶甲Dolores街 那一头附近 对了 那去到这里 那我们也在说西班牙 那为什么三藩市 就会是属于美国的呢 那你有知不知道呢 Ben 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就是 因为之前 墨西哥是占领了 不是 都不是叫占领的 就是之前他们是 占领这里先的 占领美国的加州先的 但是最后就是 有一帮人占领回来的 对了 非常详细的 是完善的 西班牙呢 西班牙原生就是 统治这个墨西哥 当墨西哥这个独立了之后 那三藩市就由墨西哥 这样去看着 但是去到一段时间 因为墨西哥那个 传教那个势力 就是那个 越来越弱 对了 越来越弱的时候 之后三藩市就给了一帮 这个有钱人 去拥有这个权力 那之后 为什么又会变成去美国呢 那我们下一集 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了 那我们广告回来就进入我们第二节的 《座谈天下之》 阿Kent 与阿Ber 欢迎收看第二节的《座谈天下之》 阿Kent 与阿Ber 咦 我们回来之后 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 坐在我们旁边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可以邀请到 华复公共卫生局的注册营养师 我们有Vivian 大家好 Vivian 可否说一下 你平时做什么 我平时在卫生局 医生会转介病人来跟我谈谈 谈谈他们的营养饮食餐单和运动 根据他们的病症 比如说心脏病 糖尿病 或者中风 或者是尿酸膏 而跟他们说吃什么 或者是有什么要注意 我们都在医院做 亦都是相同的工作 但医院我们一天三餐是给他们的 根据他们的病症 给他们一些适合的食物 以及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嗯 我前陣子有没有进医院 我没有病 阿Ber 你有病吗 我想我有病 我真的有病 他们前陣子看过新闻 新闻说如果你使得太多碳水化合物的话 使得太多或者太少 你会很容易早死 我不知道是不是 太多又早死太少 太少又早死 是吗 不知道 所以就要请他 他说吃碳水化合物多 又会死 碳水化合物少 又会死 究竟什么叫平均 和什么叫适中 其实他的研究报告也有写平均和适中 就是每天大概50%或者55%的卡路里 是来自碳水化合物 就是说大概每天是250克的碳水化合物左右 这个研究的结果都是跟美国农业部一直暢行的 昆行饮食是很一致的结果 因为你吃多了碳水化合物 就是吃少了其他东西 会导致你其他东西吃的营养不足 但你吃少了碳水化合物 由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营养素 你就可能会吃得不够 当然会影响寿命 如果用方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们吃饭 我们用多少碗饭来量量这个 就是吃多少白饭 才叫做适中 这个有很多问题 其实碳水化合物不仅是饭 有饭 粥粉面饭 面包 水果 或者一些淀粉类的蔬菜 薯仔 番薯 粟米 奶类制品 它们全部都是有碳水化合物 一般来说 如果只是说饭的话 无论是白饭或草米 每一餐大概吃一碗饭左右 如果早餐是不吃饭的 可以吃一碗麦皮 又或者两块面包 随此之外 你每天要吃大约两至三个水果 还有两至三杯的奶类 这就是一个适合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 有一些东西我想问 帮我自己问 其实我是一个素食者 我不吃肉 所以我吃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碳水化合物 因为这东西比较饱肚感 我吃不饱会无力的 所以我想问 现在又听到这些新闻 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些食物 令到我会有多一点的 不要这么容易早死 还有有这个冲击感 他的研究最后也有提到 如果你是低碳水化合物 但是用植物的脂肪 或者植物的蛋白质来代替碳水化合物 其实寿命是会较长的 所以作为素食者来说 是比较有利的 对于你的寿命长短 植物的脂肪 和植物的蛋白质是什么呢 植物的脂肪一般来自坚果类 例如花生 果仁 花生酱 有些蛋白质 例如豆类 大豆类 或者豆制品 那些都是很好的植物蛋白质 同时如果你吃豆的话 豆本身有纤维 焗豆也好 或者是豆做的汤 你吃渣 那豆的纤维会令到饱足感 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快就肚饿 记住以后喝汤要吃渣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植物都有脂肪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请到Vivian 最后Vivian 有没有一些提示 或者一些建议给家庭观众呢 现在看的家庭观众呢 其实家庭观众如果有饮食 或者想减肥 或者自己病症 想有什么营养的问题 最好是问自己的医生和营养师 因为这个研究都是很大部分人的结论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血糖 血压或者血脂高的问题 或者一些另外的家族病史 最好问你医生和营养师 设计一个适合你的餐单 以及像你说的 我可以说很多关于营养的东西 但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其实都是浪费的 所以就更好 跟医生和营养师说 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你实行到 讲的一个建议 非常多谢Vivian上来我们这个节目 分享她的专业知识 我们休息一会 广告回来 我们就会有我们天下卫视记者 女健感和PG&E的专员 和我们讲讲加州的山火问题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座谈天下 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请到PG&E的代表 Fiona过来和我们 讲关于山火突发时候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北加州的山火 其实已经是很严重的今年 Fiona 我想问一下 PG&E今年面对这么严重的北加州山火 又做了些什么的措施呢 是的 其实刚才你也说到很严重 其实是怎样严重呢 就是一般来说 以前的山火的传统的山火季节 是5月到10月的 是的 其实现在还是山火的旺季 但其实我们看到过去那几年 其实那个山火的季节 已经延长到12月了 即是越来越多山火发生 根据加州消防局的统计 一般来说以前平均 每一年大概我们会接触 大概5千多中山火 在加州 5千多中那么多 平均 但是去年已经去到7千多 哇 今年还未算 所以其实那个山火的严重度 是越来越大 所以希望大家 我们自己公司也做了 很多不同的措施去应变 有几个很方便的 其实最主要就是 譬如我们有一个最近 其实是今年个季节 5月开始之前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山火安全控制中心 就是一个24小时运作的控制中心 主要就是去观察一下 我们在北加州 和中加州的范围的设备 尤其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化电的设备 电力的设备 都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 有很多树木 有很多树木 我们要确保 究竟会否有山火发生 会影响到我们这些设备 你意思是说 可以监控到那些树木 是的 就是会不会说 山火传到过去的时候 一烧就会影响到一大片的居民 是的 是的 就是去辅助这个 山火安全控制中心 我们其实 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地区里面 我们就做了200个 大概今年会做完200个的气象站 什么是气象站呢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设备 我们就安装在一些电线杆上 或者是灯柱上面 变了它有一个镜头 有一个温度计 有一些量度湿度的一些仪器 简单来说 它就在当地收集到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就传回到山火屋安全控制中心 变了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个区山火的危险度有多大 从而我们做一些认变措施 那可否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温度和湿度 是会怎样影响这个预测的 其实尤其是山火 最主要就是高温 和湿度很低 干燥 对了很干燥 另外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风向和风力 如果大风 湿度又低 又干燥的话 或者又热的话 引起山火的原因就会 就是机会就大一点 原因就是在我们 因为过去那几年很干燥 我们在整个北加州 在我们的服务范围来说 我们差不多有一亿二千九百万棵 已经枯死了的树 有这么多 一亿二千九百万棵 是的 因为实在太干旱了 所以这些树 在深山野嶺 没有人去处理 加上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因素 加上了 其实你想想 大风一点 吹那棵树 可能以前也说 注目取火 对了 其实如果树与树之间 或者是有一些摩擦 就可能 就会引起一些火花 就会可能造成山火 这个听听其实也很危险 是的 可能是一触即发的感觉 对这些树木 PG&E有没有做一些处理呢 是的 其实就是以前你说 我们也有一些收剪林木的计划 但是就是鉴于这几年 那个山火问题这么严重 我们就要加强 那我们怎样加强呢 其实今年开始 我们就在一些地区 其实如果我们看那个山火危险的地图 在一些高危的地区来说 我们就会派人去收剪樹木 可能以前来说 我们就会和用户说 可能你附近有些树 我们要和你收剪一下 如果用户说 这些是我私人的树 我不想你收剪 那我们都可以的 但是现在来说 可能我们就会比较强硬一点 我们就会真的想和用户去沟通一下 因为万一如果有些树太接近我们的电线杆 而我们没有办法去收剪的话 那山火来到的时候 或者引起山火的机会就很大了 原来是这样 是的 其实居民自己的安全 也是PG&E很优先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嗯嗯嗯嗯 我们都知道最近 Marine 已经是烧出了一个叫做Snail的山火 是的 在那边的情况 其实来到我们已经很近了 真的隔了一条线杆了 那么如果真的万一遇到这些紧急情况 那么PG&E会怎样做呢 那其实有一个措施 我们都会有考虑去进行的 就是一个叫做社区安全断电的计划 那就是说 幸好我们今年都未去推行这个措施 那就是说万一如果遇到山火 而我们见到有需要了 根据我们的数据 或者跟当地的部门了解过的情况之下 如果发现山火非常之危及我们的设备 那或者是而导致这个山火的危险度越来越大的话 我们就会做一个自行断电的工作 那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直接将那一区的电力设备全部去关掉 关掉 是的 那变成了令到那个山火容易控制 那就不会更加令到它越来越少得旺或者劲 但是当然了 这件事是会最后我们才会去考虑的 因为最后一步才会去考虑的 因为有时我们明白到 如果断电对社区来说是很大的不变 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呢 那为什么断电和山火会烧得越来越厉害 是一个关系 那譬如你看到我们可能有一些高价的电栏 那如果山火影响到高价电栏 或者甚至乎是烧了高价电栏 是的 那可能会令到那个区更加危险 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 但是so far来说 过去那几场山火都有烧到高价电栏 但就未属于我们的财产 是其他的电力公司的财产 但是当然了 我们都希望避免这件事发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应变的措施 可以去避免这些事情 那除了断电之外 那我都见到你今天带了一个书包仔过来 那请问这个是什么例子呢 是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刚才我说了很多是我们公司正在做的事 那我们有计划去怎样应付山火 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用户 他们自己都有个计划 就是怎样去自救是不是 万一有山火的时候 那我在我身边就是一个紧急的救护包包 那当然了 你可以在外面买到的 但是如果你不想花费 自己做也可以 那其实是怎样呢 其实如果我们打开里面看看 那这个其实所谓的紧急救护包包 不单止是适用于山火的 就是说是所有的突发情况之下 譬如地震 灾难 是的灾难你都可以用到的 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大家在这个包包里 就要有准备一些食物 那叫干粮 这里有水 有水 有食物 这个是食物来的 对了干粮 最重要是 这些是否很好吃 我自己试过就不是很好吃 但总之都是应急 对了是应急 你希望都不需要吃到 简单来说 但是当然了 如果你自己去包包的时候 那你就选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 对了是应急 对了 当然选一些不会那么容易变坏的东西 对了 就是可以放久一点的东西 对了 另外就是譬如也有一个 你可以选择电筒 或者是这些的螢光盘 螢光盘 对了 就是晚上一晚上 你有需要的时候 就是令到救援人员可以找到你 对了 其实这些包包的原因就是 就是说万一灾难发生的时候 在这个黄金72小时 是不是我们经常都说 救援人员是会尽力去找你 但万一在这段时间 你在灾场等待的时候 或者是自救的时候 你也有这些包包在身边 那就可以 起码可以帮你补到72小时 对了 另外就有一些 这个也很重要的 它就叫做survival blanket 其实如果你自己包的时候 你可以包一些石纸 对了 帮你保暖的 帮你保暖的 对了 或者你可以放一张皮仔 或者一个外套在里面 因为尤其是你不知道自己 可能要在灾区多久 没错 另外就譬如它也有一些 就是急救的小用品 譬如里面有胶布 医疗方面的 对了 消毒 对了 胶布 止血的 对了 万一你受了伤 受了伤 没有人帮到你的时候 你都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没错 另外它也有一个 就是pantro 这些也好 譬如万一是 你想一下 可能你的灾难是打风下雨 那你也有 有一件雨衣可以去 补温 遮挡 对了 另外它也有一个 口罩 就是譬如 可能在生火屋的情况之下 可能你真的要戴 很大烟 很多灰尘 没错了 那就有一个口罩 其他的用品 就是这个也要提一提 这个很重要 对了 那就是扫纸 对了 就是万一你真的可能是地震 你在一些瓦力里面 那你能够可以发出声音 就去等救援人员救到你 可以找到你 对了 这个也很重要 没错 但当然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 一个救生包包 嗯 那我们一般建议 大家其实就是 如果可以 就放个声音机进去 就是如果可以有个声音机 就最好了 那另外就是譬如 也可以放一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记住的 就是大家逃生的时候 很记得会戴手提电话 没错 但经常都不记得戴那个充电 哦 是 尤其是那条线 是的 其实我觉得 其实现在那些科技 其实都很便宜 就是如果你买多一条线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放定多一条线在那个包包里 因为你有时 当然好彩 你去到一些shelter 你这些东西可能你都不需要用 但是问题就是 你的手提电话没有电了 联系不了 是的 是的 你又充不了电 那其实就是一个那些叫充电宝 或者是那条充电器 那条线 那条线 是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都听到PG&E的代表 Fiona和我们讲很多 关于山火的应急措施 和PG&E自己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知道怎样应变的 那这期节目我们已经是基本结束了 多谢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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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